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做普洱茶 然后他们的普洱茶其实是以做手朴为主 技术包括原料方面都是有最大优势的 做普洱的话 从原料源头上把控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这款茶是陈皮普洱 茶商机之前有卖过小青肝 大黄肝我们也做过 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说那个是陈皮普洱 我们讲的陈皮是有几个条件的 首先第一个它必须是广东新会当地的干的干皮用来制作 而且是要成熟的红干的干皮 第二个就是说最起码要成化三年以上 成化三年以上才能称之为陈皮 所以我们这款陈皮普洱就是选用正宗的新会陈皮 它是2012年的陈皮 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整个成化时间16年 打碎了以后 跟2012年的手朴 按照比例把它混在一起 然后做成龙珠的形状 它是按比例混合在一起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之前做的那个红干 大红干 我们在冲泡和这个瓶饮的时候不太方便 因为要把它捏碎 不断地冲泡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你这个干皮和茶叶的这个比例 你是很难去把它调整 适当的一个比例的 往往就是说陈皮的味道会过重 那到后面基本上就是陈皮的味道 这款我们就会把这个陈皮和手朴的比例 把它搭配到非常合适的一个阶段 大小做到刚好是一颗 就是一泡 重量差不多是五颗到六颗 鞋带 冲泡就非常方便 不用去撑 这一批是当年出的第一批 当时选料都是非常优秀的 都是选的非常好的原料 包括手朴 选的都是非常好的手朴的原料 大家可以去药店里去问一下 就是从五年以上的成品到现在是什么价格 你就可以知道它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 相对来说我们这款茶呢 它的这个性价比较又是就比较明显 每年只是少量的作为公司内部消化 作为赠送而馈赠的这种方式 数量很少 就这款一二年的剩下也就几十斤 比较难得 喝这个茶的时候 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浓浓的这种手朴的这种香 手朴的这种味道 然后在这个茶汤里面会隐约的淡淡的一些橙皮的滋味 一些橙皮的香气在里面 那这个口感的话就完全不一样 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那我就感觉到我是在喝茶 我是在喝普洱茶 用保温杯来闷泡一下 非常好喝 就一颗刚好是一个保温杯 你出差的时候 在旅途上 不管是开车还是在坐飞机 你一边冲一边喝 可以喝一整天 非常好喝 本身手朴它的口感就比较柔和 不怕闷 甚至你哪怕煮一下都可以 闷泡了之后 它的这种香气和滋味会更浓郁更充分 包括橙皮也是一样 它的滋味才会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茶的 平时我们日常的饮用上面 也是非常方便非常好的 感谢观看